包青天的青年呢 不起节于包青天 起节于 主要是包整是在宋仁宗治下 宋仁宗本身就是个人君 而且他是一个治国非常有方的君主 他对于官吏的 吏智的 吏智的这个管理 做的比较好 这是一个大前提 你至于后来宋仁宗死的时候 连辽国都来跟上 然后连辽国的人民都痛哭 这是很罕见的 就是说宋仁宗是中国历史上 深受人民哀戴的一个君主 知道吧 中国历史上 类似于宋仁宗这样的君主是很少的 对于人民普思善政 而且对于自己的宫廷 也就是说宋朝在他的手上 是非常发达 而且经济很繁荣 而且赚很多钱 但是他的宫廷之内呢 切非常的简烈 这是他自己隐身作则的结果 然后呢 有一次他想稍微扩大一下 自己的宫廷啊 什么之类的 然后呢 既然说服不了这个 开封府的一个有钱人 然后也就放弃了 就是说宋仁宗是一个 注重不较明的君主 在这种大背景下呢 而且他也要求 他隐身作则了 自己也很简朴 然后呢 他也很勤恳的治国 他每天要批示很多奏章 所以呢 宋史上啊 对他也非常高的评价 那么在这基础上呢 包枕的青年就是很正常的啊 所以呢 出现在他的治理下 出现包枕这样的 这样的清官导致不足为奇的啊 是上行下效嘛 所以呢 我们有时候看历史人物啊 有时候要看背景啊 就是说有有有些有些朝代出现清光很正常 有些朝代出现清光是不正常的 为何我们には提供了